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清朝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建封建王朝 共传十一帝,享国276年 作为拥有5000年历史的泱泱大国 在世界上一直有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美誉 而在古代皇权至上的现象 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皇族是国家权力的最高统治者 一生更是极尽奢华,享受各种美食佳肴 皇帝也对自己的身后事十分在意 也就是皇陵 历朝历代的皇陵都十分气派 且皇陵里有大量的陪葬品 这些陪葬品渐渐都是西式珍宝价值连城 而为了保护这些宝贝 给自己皇陵建立威严 欣赏皇室特地为皇陵组织了一支护卫队 这些人都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出来的 军纪严明 而且皇陵禁止万人进出 这个守灵人是非常辛苦的 朝廷也知道他们不容易 所以给了这些人家家庭终身的荣誉 不需要缴税和服役 担心朝灭亡后 皇族后裔都自够不暇了 更没有功夫和精力去管理和保护皇陵 只能筹钱找几个人守护皇陵 所以才会发生孙殿阴道绝亲东陵 好在关外三陵的情况还好一些 关外远离政治中心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而且关外三陵是父祀子制的机制 一代传一代的在这里守灵 这才保证了灵世的祭祀活动可以照常进行 正是因为这些人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让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长河从未断流 我们应该注重传承并在此基础上学会创新 才能让中国越来越强盛 好了我是小凯 我们下期再见